本人这个感情的结啊 还没过 因为目前还没有结婚 人生啊 总得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才完整 才对得起老祖宗这个传统 所以说心里啊 始终是埋藏着这个虫子 先前呢 正是谈的只有一个 但其他的 遇到的要么就是 物质方面啊 很差 要么就是很有钱 有上海三高房的 有这个 在国外 混血啊 穿肿 他父亲 我孩子就十几个 那外面讨话太多了 家大也大 他还是长领 他父亲靠 派保镖 监视他的日常 那曾经二十来岁就 买豪车嘛 在那个 大山上跑 结果一下帅下来 那个树叉 直穿他的肚脐 叫深缺穴 一个月才苏醒过来 因为在外国 因为现在这个医学 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 就切割 自宫切书 那这辈子没法生孩子 很有钱啊 那就因为财太多 结果 受了财的灾嘛 人生要平衡 哪个多了 都不正常 都要动 你不让他动 那灾就来了 时间长了就 痛的不痛 痛的不痛 而且他本人还是修行人 对密宗 密教这方面 接受过灌顶 只要一闭眼 就能看到 只是他不求 就能看到 好几世前的事 很多人对这个 肯定感兴趣 我们三十钱 都有这个情愿 那个时候我还是 物质方面 器材呀 都是不缺的 现在也不出名 不方说 那时候是花花公子 然后遇到他 说 啊 我要你 别人都可以不要 三七四季都跑去 结果他说 他心里有一种人 那要不要 能不能成全他 我说既然这样 那就 爱不就是为了 让他幸福吗 那就成全你了 结果这一世 我还是说这种话 他有他的追求向往 那就这样 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那那个人 真的能给他幸福 只是他喜欢的 不一定啊 而且女的本来应该被动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事都过去了 心也放下了 他还是知足他的 很顽固 他那个阁啊 也成了架色阁 是富贵之像 但是财多了 有点破了 就是因为他在乎钱 他爸几十亿的家产 那当然不是都分给他了 还是很 一提到钱就没有 另外一个也是 所以啊 这个还是没法相处 不管怎么样 不行 这次呢 就是